听过三名书局吧 这是国内的出版龙头 但是现在爆发了争产的问题 而且是母子互告呢 创办人刘建强在2017年过世之后 遗孀跟长子刘正文一对 跟二儿子刘仲杰 还有女儿们打对台 那么老大对弟弟提出 包括了诈欺 未造文书等等的形式 而至于遗孀庄媒呢 则是对子女提起了夫妻 剩余财产分配的民事诉讼 其次缠送了五年多 中国现在还在占呢 那说到三名书局 1953年就已经成立了是老牌 由刘正强当时跟两个朋友一起成立的 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三位小民 所以取叫三名书局 虽然后来朋友是退股了 可是刘正强呢 他独资经营越来做得越好 经营了69年的努力 出版了一万多种书籍 是业界的龙头 而他们有一个正面之宝 就是大词典 那个时候是以公司的盈余 跟房地产向银行去借贷筹资的 花了14年才终于出书 花了一亿六千万 也奠定了刘正强在台湾出版界 不可动摇的地位 付出真的很大 不过呢 说到三名书局 他们拥有的财产呢 包括了重庆南路跟复兴北路的两栋大楼 都只好几个亿 合计啊大概是有11.6亿左右 可是呢 也是因为财产多 所以在分配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根据了解刘正强生前是指定老二刘仲杰接班 三名书局的员工还过去曾经登报力挺刘仲杰 认为他接班20多年真的对公司付出很大 而且曾经有目共睹 认为说一双桩梅都移居美国40年了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打官司 毁了刘正强一身辛苦维护的三名书局 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过去是知名的书店一条街 全盛时期共有超过100家 但现在剩下不到10家 毅力不咬的三名书店呢 如今更爆发争产加变 三名书店在创办人刘正强2017年过世后 交棒给次子刘仲杰 但他竟联手两姐妹和母亲与大哥争夺遗产 诉讼超过五年还没结果 目前就等七月中法院调解 或许是因为实体书局关店潮实在杀不住 才想要尽快接手转型或变线 因为看看重庆南路现况 书店大多已被旅宿餐厅取代 更有不少店面空挂着招租广告 小时候来的时候 其实还有蛮多的店都还开着 现在应该都到的差不多 原本听说可以超到很多旧书 然后又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现在少了就感觉有点可惜 要逛书局都会到这边来 就景气不好 民众无限感慨 因为包括郑中书局 中华书局 东方出馆社和商务运输馆等指标性书局 都一间间熄灯 就连毅历三十四年的金石堂成中店 也在二零八年撤离 甚至还穿出重庆南路将变成 房地产开发商的目标 它的本身的条件相对比较优越 一个是零路快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土地多数是三四 容器非常的高 所以在开发上面来说 是有它的价值 至于要作为所谓的炒房乐运 我们认为并不大容易 一方面它未来推案的价格 会相对比较高 那二方面来说的话 其实在开发整合的过程里面 时程是需要比较长的 曾几何时就连海外观光客 不买书也要到此意犹的书接 光环逐渐褪色 盛极一时的热闹景象 只能追忆